1.念总买160野兽封印头 余岛服战队的盘斯老板念总 从熊无敌手中买下了160野兽封印女头 有了这个女头 余岛的物理在某些比赛中 将不用携带野兽特技 这样就可以多带一个穿刺或者物报装备 2.丁总打费13技静台立批 屈腹孔妙女儿尊丁总的13技能静台立批童子 在打神马受绝时运气不佳 居然直接顶掉了静台技能 这个童子只能扔进仓库或者对外淘汰 3.160罗汉鞋子26万交易 朱子方服务器的16段160罗汉鞋子 在熔练后防御达到93点 引截达到66点 最终以26万元的价格卖出 罗汉鞋子和金青鞋子相比 价格确实是低了不少 4.160流云封印女衣出炉 绍兴兰亭新出一件160流云绝女衣 出房302点 封印命中率加1.66% 可惜的是 双加居然是体膜73点 膜力随便换成敏捷或者耐力 这件衣服肯定是天价了 5.160破血头发暴击率加1.03% 无独有偶在嘉陵江同样出现了一个奇葩装备 160破血头居然加了1.03%的发暴击率 发暴如果换成无暴的话 那真的就是一把完美逆袭了